如果你是沒有堅信那件事 你是學不到的 你是體驗不到的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Henry 我今天又戴著太陽眼鏡 又怕人能拍照 出去遊遊 突然找回之前想說的主題 跟大家說一說 我回想以前學習這件事 曾經是有藉口給自己 學習這件事 你一定有很多懷疑 不相信 自己的想法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你是會經歷的 但在這個過程中 不要太灰心 我覺得這樣是不好的 因為如果你自己太灰心 你自己太多想法 其實這個是未必好 嘩 這麼危險 事情就有些突然發展 對 無緣無故的路是 塞在這裏 有車 因為學習這件事 無論學習這件事 你一定會有些懷疑 不相信 甚至有些藉口給自己 我覺得都是很正常的 不用擔心 我是不是很奇怪 我是不是很差 我會有這些想法 學習這件事 會不會完全不同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捷徑的 跟學習其他事情 是真的一模一樣的 過程和辛苦的事情 你都是要擺時間去學 你不能幻想 我經常都說我是賭自己的 因為我這樣說 就令很多人清醒地 就不是說暴富夢 我不是說這些事情 所以暴富夢的人 都不會在市場上生存得很久 所以我就不會說這件事 所以我今天說我的主題就是 我曾經給自己的一些藉口 學這件事的時候出現過的藉口 我覺得不是很需要的東西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很難堅持 很難堅持就是其中一個 學習或者你距離成功的一個感覺 還是什麼呢 你學習的時候你會經常覺得 為何我好像又想放棄了 玩了一會兒 好像也不是很有感覺 我還未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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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自己 不如放棄吧 還未發達 玩了整個月 玩了兩個月 還未上 其實心態 就真的不要這樣 如果不反思這些事情 會影響你自己的心態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一個很急 很快 很想見到結果 但你又不知道怎樣去拿到結果 簡單來說就是你還未有那個技術 你當然是拿不到那個結果 譬如現在開車 你開車的技術 你還未去到那個位置 你當然可能走不到那個速度 或者你操作 你覺得那輛車是不順暢 一定會有這件事 所以我們不會太多去幻想 所以很難堅持 這就是有多想成功的問題 我不是說很難堅持 就沒有堅持了 難堅持 不會啦 不會這樣啦 但是 如果當你真的好想好想好想做好它 不妨堅持多一會兒 堅持多一會兒 再堅持多一會兒 因為你成功的定義就是 你由零去到現在多少 不是你去我想走多遠 如果你自己去想好這件事 你便會開始放開 放開後你會覺得 我玩得到時間 其實我之前學過的都不少 我之前學過的理論 其實都沒有用的 那我是否想太多呢 那我是否平時太多的擔心呢 我這些擔心是否因為我玩太重手呢 還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回顧一下 這些並不是純粹說 即是只有一個灰的心態 不是只有灰去想 很難堅持 又見到同學或其他人做到 我的朋友炒東西又賺到錢 又買佬又行 即是很多這些是壞心態 但不只是只有這些 你要懂得拔自己出來 如果不是你很可能會發現自己 有時做事有這一面 那你未來做一些難的事 你就會有這個壞心態 我覺得就不太好 特別是我們都是求進步的 這件事我就是想這樣去分享 第二件事 如果去到技術層面多一點 很多時候會想 很難去堅信 很難有這個想法 很難相信這件事 但是這個就是 原來成功就是需要這樣 你一定會有這個心態 很難去堅信 因為我以前學習的時候都會這樣 其實我以前炒股票都是亂玩的 你這樣策略做什麼 我都是這樣管的 我都是這樣按的 其實上班的同學都是這樣做的 我只是想要跟策略 我有很短時間有這些壞心態 但當我學了之後 我發覺我沒有學其他奇怪的東西是好的 因為我一開始學 我已經是學策略 我沒有學其他奇怪的東西 那我做的時候 其實我是做得挺開心的 就是我開始學習的時候 因為我感覺到我學一些很實在的東西 你選擇那些理論的底子 你是可以學懂的 所以我們學習要去堅信 也是一個過程 很多時候我都強調這是一個過程 不是純粹是去 搞錯啊 還沒賺到 為什麼還沒賺到 那個還沒賺到一定有原因 你做不到一件事是一定有原因的 所以很多事情如果你去解釋 其實你是會有個答案 或者你才能享受到那件事 我們去堅信是一個過程 讓自己去做好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做 就是為了得到我們有的一套系統 做一個投資交易的人 是必須要有自己一套的 你要有自己一套 你就要堅信 你不可能說我玩一會兒 喂 Price Action不行的 那我就學指標大法 學了指標 五個指標不行 讓我學多二十個指標 這個玩了兩個星期 又不工作 還沒開林寶 又轉了 不行不行 股票又不行 喂 期權又不行 期貨又不行 什麼都不行 什麼都不行 我玩了兩個月 還沒發達 喂 我無法拉你呢 其實很多這些很奇怪的想法 之後就會做很多很沒意思的動作 如果我們去玩的時候 嘗試放下你的壞心態 對我們的進步其實是更加有用的 因為你那個 堅不堅信呢 有時候就是在這個位置 你不得堅信呢 你連去體驗都體驗不到 因為你都不堅信的 當你是跟別人學 你就是跟我學 如果你是沒有堅信那件事 你是學不到的 你是體驗不到的 譬如一個做甜品的人跟你說 喂 是這樣的份量的 不同的材料 或者不同產地的麵粉 做出來的麵包都不同的 你要相信 簡直來說就是 那個規則是這樣 有時候甚至會和大家說 炒東西的規則是這樣 可能為何時收錢 防守的範圍多少 有些是規則 那些你是不能自己去移動太多 當然這些是我的分享和經驗 得出來的規則 所以你得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繼續去參考 或者試試堅信一會 看看是甚麼來的 如果你是自己玩的 你就要堅信你看的東西 你不能完全說 喂 我學的 我相信你的 SIR 但落到手 自己又完全是偏離 那你就不能堅信 那你不能堅信 那你又怎會玩得開心呢 堅信一件事 相反就是 不信 很多雜念 我是這樣的想法 很難堅信 是我以前經過過的事情 不過時間不多 因為我相信 因為我相信 我堅信我看的東西 我不是覺得不可能的 你說是呀是呀 我是有自己一套的 我是有自己很多想法的 你說這樣做啊這樣做啊 你說平時是這樣啊這樣啊 然後加了很多東西進去 那這樣可能是很多人炒東西 炒得不好的地方 學 甚麼都學 見人方法就學 甚麼五分鐘大法啊 超短線的 不是每個人定得順 可能一個小時都有三個形態的 那你那個應變可能要更加強 那身手應變力 可能差一點點 那你便會辛苦 那下一樣 那就是叫做 震走了 那甚麼叫震走了 玩這件事 那時候呢 很容易會給自己一個藉口 我覺得這三個字是一個藉口 為什麼經常都會 真的這樣說 我不知道這個字是哪裡來的 真的不知道 甚麼叫震走了 我的觀察是多數 波幅超過你預期那時候 很害怕啊 撞了它 一下子 斬那張單 震走了這三個字 我覺得是有點不專業的 因為 很多時候 學習上去說這個字就是 你很害怕 你不敢拿著 被它震走了 其實 可以嘗試放下這三個字 不要這樣給自己一個藉口 因為 沒有那麼多震走了 是只有打指線 或者到目標收錢 沒有那麼多震走你 這件事 是可面真面 不要這樣去想 不要這樣去 不要這樣去 就是 沒有自己賴在圖上 但是 不能這樣去想 說到尾 說到尾 都是要有自己的一個態度 我有這個態度 就是我不會給這個藉口自己 所以我就不會說這三個字 因為實在沒有意思 重點是沒有意思的 這三個字 技術上沒有震走了 只有防守了 或者收錢 這三個字 感覺不專業 而且比較像一個藉口 我很少這樣想 技術上找個原因和答案 不是說它震走我 原來你自己是怕 然後剁走那張單 就是你自己手動平倉走了 是你心態不好 不是震走你 記得 有這些情況 因為很多人玩的時候 經常那些單是賺一元幾毫 走了 我看到有些人 可能不玩了一段時間也好 他就會這樣 那些單非常零碎 零碎到賺幾毫至一元 走了 不斷重複 一天十幾二十次 那原因是什麼 那便自己回顧一下 一來我們起碼做單 我們是一波 一波這樣做的 幾元幾元這樣做的 起碼你day trade 一個正常的距離 這樣做的 但是 有些人心態還未好 或者還未進步 就經常都會用這三個字 給我藉口自己 他震了 沒什麼意思 OK 沒什麼意思 另一個說話 就會說忍不住 忍不住去 衝進去 忍不住去 平瘡 走了 我覺得 沒有什麼忍不忍住 有時候 如果有些同學 他心態 我覺得他要多放些時間 我正常跟他說 那你繼續忍不住 沒所謂 忍不住 沒有忍不住 入場 那你繼續玩一會兒 可能他自己要多感覺一會兒 他要多感受一會兒 那他便去感受 我又不會一下說 你感受什麼 不要浪費時間 又不是的 如果你想去進步 你就擺點時間 忍不住 哎呀我想追入 好想手癢 好辛苦 手好想按下去 一來你可以找些事情做一下 你可以開一套Netflix 或是怎樣 如果你是很空閒在這裏炒東西的話 你開一些YouTube 開一些Netflix 看的 那你便沒有那麼空閒 那你便分一下心 但如果你真的 好手癢 好辛苦 我想斬的手 當然你不要做這件事 不要傷害自己的身體 但如果你真的想 喂 忍不住 那你繼續追入 你繼續輕手追入 感覺一下自己在這裏做什麼 沒有所謂的 這個不是笑你 是說真的 你喜歡怎樣感受 你先感受一下 或者你感受一下自己怎樣做 那這個會是我們可以去面對的事情 或者我以前都試過 忍不住很想進 那個位置怎樣忍不住 可以去感受多些 不一定要太苛刻 你會覺得自己 因為你懂得擺時間 你就會發現你這麼苛刻都沒有用 即是說真的 你將一萬元的美金 你可以兩三天變成四萬嗎 你覺得如果你無端的 四倍上去 你覺得你很實在嗎 但你解釋不到自己 我覺得不實在 反而你一萬元 你第二天變成一萬零五百 你下一天變成一萬零一千 一萬零一千多 我覺得還實在 這是我跟兒子在做的事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放一些圖在這裏 那個心態就是你解釋到 你解釋到 就很好了 第五 你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完全不明白 其實你不會說 我真的 很需要去 很... 嘩 嘩 掉了下來 整個攝錄影忍不住掉下來 我攝錄影 我不相信 怎麼說這麼久 看不明白 對 什麼叫看不明白呢 看不明白其實就是自己一種的經歷 以前學這件事 我會說 我看不明白 不知道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不明白 看不透他 其實這件事 一直都不會看得透 什麼叫看得透 就是 你不會完全可以掌握他 我敢說 可能我只會贏到六七八九成 甚至我一個星期可以完全贏 但我不會一輩子都不會完全贏 這個是不合理 我不是說要大家 我真的要常常去苛求自己 還是怎樣 但是 你減低你的心急 減低你的一些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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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賺多些錢 你打機都是這樣 不要有個心態 是把這件事完全分類出去 它應該要看得明白的 懂得炒東西的人 應該完全是無敵的 完全勝諦一定知道的 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這些是壞心態 沒有另一個更好的形容詞 這些就是壞心態 經常要搶走 看不明而去生氣 去生氣 去生氣 去急 不如 把這個心力放在 我平時怎樣看 有什麼技術的位置 其實我可以去關注 有時候我們日常測試 一小時沒什麼看 看一看四小時 不如 不如 急得太 很想快些 不如 等一等 不如 你懂得去提醒自己 去... 小小自我反省 這個進步是會好些 是會快些 最後一件事 就是 我記錄過的 就是懷疑自己 懷疑自己 這件事是經常發生 如果做一個做大事 做生意 你經常都會想 我可以不可以 我破虎尋舟 就是要這樣 你懷疑自己 這是必經階段 你懷疑自己 就是令你 面對一些未知數 你未知數就是令你進步 你面對一些未知的事 前人沒有做過的事 你家人沒有做過的事 你家人沒有炒過的事 那些全部都是一些 所謂未知數 這些不確定性 但是 你這樣才是在進步 如果你從來都是做一些我懂的 我躲起來都會做的 你每天煮同一碟菜 你躲起來都會煮 你不會嘗到一些特別的菜 對吧 有時候是這樣想的 我不是說我是很揮霍的人 但有時候你不去吃一些不同體驗的餐廳 你試一下不同的餐廳 試一下一些所謂 貴一點又怎樣便宜又怎樣 我甚麼都吃 但我會試一下 原來貴的服務是這樣的 原來有些貴的是沒有服務的 原來有些便宜的是很正的 原來有些便宜的是很正的 有些人情味和貴的餐廳是不同的 原來貴的餐廳的服務是可以這樣的 原來有些菜式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是體驗 你去突破便會有些新的體驗 這個比喻太軟 不過都沒有所謂的 我意思都是這樣 剛才說這幾個點 你要擁抱它 你不能說一定不用了 總之我入錢 我炒一下炒一下就會發達 沒有那麼多這些幻想 真的沒有的 我為甚麼不斷就是做做做做做做 我之 !" 不斷就是做做做做做做 這就是這個做做的 沒有需要純粹太理想 你只需要做做你就做到 不要想太多很奇怪的事情 不要想太多很不實際的事情 那個是… 對大家的想法 但態度也會進步 給大家看看風景 現在在大帽山 你懷疑自己一定的 但你要衝破這件事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事情 我曾經出現過的問題 我希望你嘗試衝破它 擁抱它 感受它 做運動員是一個很好的心態 一定是這樣的 一定會受傷 甚至不幸運入醫院 會斷腳 會拉傷 十字印帶 你有沒有能力去擁抱這些事情 這是自己的決定 擁抱未知數 或不開心 接受它 會令自己實際一點 但我現在就要找個位置掉頭 OK 我們是保持這個心態 我們要擁抱這些很難去做 很難去相信 很難去堅持這個位置很漂亮 麻煩你 麻煩你 我們嘗試去擁抱這些我們不相信的東西 我們嘗試擁抱自己的一些 可能我們本來真的想得很差的東西 我們自己的心態真的不好 我們真的去面對它 我不是說要性人模式 不需要性人模式 因為我正在做 不用說每次都一定要這樣 你不會壞的 我覺得這個不實際 但當你自己放下藉口的時候 你會發覺以前很難堅持 很難相信 忍不住 震走了 看不明白 懷疑自己 你會發覺這些 通通都不是什麼的東西 你將來不會這樣想的 當你發覺 習慣成自然 你做到三次 你就做了十次 你做了十次 你就做了一百次 根本 你就沒有東西是不行的 因為你就是這樣做 OK 就是這樣 我今天想分享這件事 你太貪心 但你可能沒有技術 但你有技術的 你就要堅持下去 我之前写了那張照片 我也挺有意義的 就是Elon Musk Failure is an option here If things are not failing You are not innovating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失敗 你是沒有創新 如果我們個人來說 我們沒有進步 沒有一個新的一面 我們不會有這些 你說你自己去突破了 去自己進步 這些你可能未必有 要學習這件事 就是這樣 有時候可能缺少了你好的心態 所以如果我們去學習失敗 或者說我們必須學習失敗 如果沒有失敗 我們全部會做的 我們做三十年 我相信一個這麼沉悶的人生 都應該挺悶的 所以我就這樣想 我自己就這樣看 希望大家就努力 記得努力 失敗 失敗 是一個選擇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有這個想法 你就會做得更好 後面 我們去逛山 看看山山水水 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 這是我曾經給自己的藉口 這些我想大家早點知道 或者是早點明白 完全是這樣的 有些情況是這樣的 你曾經有這幾個點 這六個點 你都會面對過 那你嘗試去 擁抱它 接受它 有些事情是無可避免的 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有些所謂代價 這就是那些很辛苦的代價 那這些是什麼 除了這六個點 我覺得差不多了 今天就是講這件事 我之前給自己的藉口 還有今天和大家遊遊車河 看看不同的地方 這些是我之前經歷過的問題 我希望你都可能經歷過 但是你都可以去擁抱它 因為你不能避免 我叫大家去經歷 不是詛咒你 純粹叫大家去接受了這個必經階段 那這件事你進步了會做得更好 你就贏了這件事 OK 那這輛我的車 先拍在這裡 希望大家就 努力 我們繼續努力 一起槓桿善架 這才是人生 我們下次見 多謝 如果適合的 幫我訂閱 訂閱 和留言 說說你的看法 祝你交易順利 多賺點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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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